周围的好人心没过来 要帮他拨打120 却被他极力阻止了 后来他便打给了聂怀桑 当因为憋着笑 已经成了猪肝色脸的聂怀桑 将人弄回家的时候 却又被聂奶奶发配到医院来了 年纪轻轻的 那是闹着玩的吗 以后就算用高科技生孩子 不也得 所以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赶紧去看看医生 聂奶奶给聂怀桑下了死命令 让他务必带着魏无羡去医院 找最好的医生检查 聂怀桑只能遵命 到医院一打听 他们医院最好的医生 就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 聂怀桑拖了熟人关系 好不容易才挂上号 于是魏无羡就被送到了 蓝忘机的面前 还有两天他跟聂天 觉得婚礼就要举行了 魏无羡正在犯愁 该怎么对聂奶奶和聂怀桑说 他不想跟聂天爵结婚的事情 聂天爵再不是东西 聂奶奶和聂怀桑一直对他都很好 聂奶奶给了他亲奶奶般的疼爱 若直接说不结婚 聂奶奶肯定会追问原因 若知道了实情 聂奶奶肯定会伤心的 魏无羡有些不忍心 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魏无羡为了躲避 聂奶奶追问 只好接起 魏英 是我 哦 是你呀 你怎么会有我的号码 是了 定力单上是有联系方式的呢 蓝忘机本来想打电话问一下 魏无羡的伤处是否好一些了 再向他嘱咐一些注意时想 哦 对了 忘机哥 你现在有空吗 我要见你 有 蓝忘机想也不想直接回答了 尽管他一会还有个一国远程的联合会证会议 但是在魏无羡面前 他无法说不 无法拒绝 一如从前 魏无羡是为了躲避聂奶奶的盘问 也是为了躲避过躁的聂怀桑 聂怀桑若是追问下去 魏无羡保证不了会一直咬紧牙关 可若是让聂怀桑那张马桶嘴知道了 那天下人都会知道 魏无羡现在还不想面对乱糟糟的局面 所以能逃一刻是一刻了 蓝忘机主动提出要来接他 魏无羡倒也不客气 直接给他发了定位 等真真切切做到 蓝忘机这辆宝石兰的麦巴赫里的时候 魏无羡看着后视镜里逐渐远走的聂家 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蓝忘机看着他这个样子有些好笑 怎么了 哦 没事 蓝忘机很贴心的没有追问 生活在这个纷繁忙碌的梦中公元2024年 谁心里还没有点秘密呢 蓝忘机没有问魏英要去哪里 魏英则是安静的坐在一旁 心里乱糟糟的出神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身处一个高档小区里的地下车库了 走吧 下车 蓝忘机替他打开车门 事意魏无羡下车 回 家 这是哪里啊 是啊 回哪门自家 他的家要么是魏家 要不就是聂家 这些年 他大部分时候都在聂家住着 不管是魏家还是聂家 他都熟悉无比 可这里怎么可能是他的家 还回家 回我的家 蓝忘机的声音很温柔 却透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 魏无羡只能下车 眼下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去 再说天已经很晚了 电梯是单梯单户的 里面很干净 也很安静 魏无羡不知道 他为何要跟着蓝忘机回人家的家 但是已知此 也只能如此了 门锁是人脸是别的 魏英 回头我把你的面容识别也录进去 魏无羡一惊 随即只当蓝忘机是客气 不用了 忘机哥哥 我就借助一碗 蓝忘机打开灯 魏英 不麻烦 屋里很大 很干净 是石墓地板通铺的 米黄色的沙发 看上去就很舒适 屋里的布置很简约大气 里面陈设的家具不多 可为数不多的几样 看上去就价值不菲 果然跟蓝忘机的人设很符合 简单大气 干净敞亮 你随便坐 想喝什么 蓝忘机随意的口气 减低了魏无羡心里的拘束感 他倒也不客气 直接打开冰箱 哇 冰箱的侧门上放着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饮料 带气的 不带气儿的 带泡的 不带泡的都有 就连苏打水都有 没想到蓝忘机看起来端庄持重 居然还喝这么花里胡哨的饮料 真是人不可貌相 魏无羡默默的在心里吐槽了一下 随即他给自己拿了一瓶可乐 给蓝忘机拿了一瓶苏打水递过去 那 给你 蓝忘机偏了一眼他递过来的苏打水 没有拒绝 直接接了过去 不过转身又把苏打水放回冰箱了 我只喝水 魏无羡一惊 那你家冰箱里还准备那么多花花绿绿的饮料 莫不是此刻要在他面前装深沉 装持重吗 再说了 饮料酸酸甜甜的多好喝 总比白水好喝吧 蓝忘机也就比他大六岁 装什么老成 蓝忘机仿佛看透了魏无羡的心思 有人喜欢喝 哦 有人喜欢喝 那就是为别人准备的呗 也是 忘机哥哥都二十三岁了 按理说应该有女朋友了 魏无羡如是想着 不知道为何心里闷闷的 不过他很快给自己找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那就是替姐姐威怨里惋惜 这么好的男人 可惜了 饿了吗 嗯 魏无羡说完这句话又后悔了 他 好像太不见外了 不过都说出去了 也说不回来 再说他真的很饿 蓝忘机起身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自己看会电视 魏无羡打开电视 自己看了一会 没有他感兴趣的 他拿着饮料走向厨房 以着门框 歪着头看着正在忙碌的蓝忘机 哪怕这个人已经换了一身家居服 身前还系着围裙 但怎么还是那么优雅金贵呢 就连做饭的动作都那么好看 同样是做饭 他未无羡就不行 他进厨房就等于拆家 而人家蓝忘机就能做到有条不紊 还能风度翩翩 这真是货比货的扔 人比人气死人啊 似乎感受到身后小朋友探索的目光 蓝忘机回过头 抱歉 不知道你今天来 妈呀 魏无羡被蓝忘机这微微一笑 差点射魂夺破 难怪念怀桑会饭花吃 他为蓝忘机也有点想饭花吃 没 没关系 这不是还有葱花 生菜和鸡蛋吗 蓝忘机继续在忙碌 魏无羡没有离开的意思 忘机哥 你女朋友还没有下班吗 蓝忘机被小朋友这么没头没脑的疑问 刀差点切手 女朋友 哪来的 哦 呵呵 我还以为 魏无羡指着冰箱 蓝忘机瞬间了然 这个小朋友误会了 现在情况未明 他蓝忘机可不想小朋友误会什么 马上低头 没有什么女朋友 也没有什么男朋友 单身 下面 关系 深信 关系 轻得